一次是急速上升將近10% 另外一次是上升13% 當然在那個時候 會有這種利率急劇上升的情形 也是因為要對抗通膨的情況 那我們也可以看到說 這個利率開始上升 而且是這種急劇上升 不是緩步調升的情況之下 大概原則上都是一年半到兩年半之間 可能就會出現這個景氣 進入這個recession 景氣衰退的這個情況 那我們也可以回頭來看 我們目前這次的升息 一年左右的時間 它已經調升了20碼 那當確實在這一波升息當中 這個高科技的投資人來講 可能會屬於比較重災的情況 但是如果說你是長線的投資人來講的話 那這倒是不是用太擔心 因為整個經濟的成長來講 會帶動比較科技股 它的成長速度會更快 那我們也可以看到 在歷史的一個經驗來講 像納斯達克 它的指數來講 它在從兩千年之後 它整體的報酬率當中 美國平均的這個 不動房屋 它的售價大概就是 三十六萬左右 三十六萬左右 那我們也看到 現在目前來講 不動產借貸的這個利率 它已經到達 從2006年以來的這個新高點 但是雖然這說這個房價比較偏高 可是好像這個房市的這個買氣呢 又開始又回來 原因就是說 買房子來講 如果是自住來講 那任何時候 大概都是一個不好的時點 那唯一要考量的就是你的這個區位 不要太離譜的你的區位 比如說你在一個 所以很明顯就是經濟急速萎縮 或者是這個犯罪率 急速上升的這種區域來講 那大概應該都不會有什麼太大的問題 那但是如果是投資來講 歡迎收看全球政經週報 歡迎收看全球政經週報 這次很開心再次邀請到 美國東北大學財務金融系 邱萬鈞教授 教授好 小玲 各位觀眾朋友大家好 大家平安 教授這次其實大家最關心的 就是美國聯準會的最新利率政策 就是已經第十次的連續升息 再次調升一碼 今天 FOMC raised its policy interest rate by a quarter percentage point since early last year we've raised interest rates by a total of five percentage points in order to attain a stance of monetary policy that is sufficiently restrictive to return inflation to 2% over time we are also continuing to reduce our securities holdings looking ahead we'll take a data dependent approach in determining the extent to which additional policy firming may be appropriate 那其實這個調升一碼 其實是符合這個市場的預期 但是呢 美股我看四大指數全部熟黑 似乎是因為鮑爾當中 有一些話語透露了一些玄機嗎 是的 首先就是說 從聯準會的公布的公報當中 我們可以看到 聯準會會持續一段時間維持高利率 升息的機率是不是很大 現在不知道 因為根據最新的這個 對未來利率預測的情況 那有三位聯準會的成員 預期未來的利率是在5.25%到5.5%之間 還有三位預期是另外調高一碼 就是5.5%到5.75%之間 其中還有一位 它預期是5.75%到6% 那這個目前的利率來講 已經是2007年以來最高 如果真的像其中一位聯準會 預期說利率到5.75%到6%之間的話 那這將是從2001年以來最高的利率 另外還有一件事情就是說 可能在市場上大家會比較安心 但是聯準會在這個決策當中 並沒有把它想到別動的 就是美國金融機構 是不是能夠持續利率上漲 帶來這個風險 因為我們可以看到在上個禮拜 還有First Republic Bank它也宣佈破產 然後成為僅次於Washington Mutual 第二大的銀行破產的這個例子 那我們可以看到說聯準會 並沒有把最近這一連串 Signature Bank、Cititon Valley Bank 還有到最近這個破產的 First Republic這個情況 把它列入它的利率決策考量當中 那也將市場這聯準會 似乎它在利率政策上面來講 它還是把通膨壓抑當成是首要的目標 那對於其他像金融機構 它可能說產生的風險 它並不是那麼在意 那市場上當然就會有一些 捧荒性的一些反應 因為我看鮑爾他這一次說 他們的指引當中 有特別刪除了一句就是 委員會預計一些額外的政策緊縮 是適當的 而且他在回答記者的時候有說 其實他刪除這句話 是有特別的意義的 這句話是否則有提供了 提供了一句話 我們再不再說要提到 所以我們將會進行資料 會接受到接受 然後我們將會接受那問題 然後讓大家覺得說 好像是否是未來會考慮說 暫停升息的一個情況 那另外一方面 可是他又說目前的通膨還是太高 可能還是需要一些時間 才有辦法把它抑制下來 那未來在政策的緊縮部分 他們可能會看新的數據 然後隨時來調整 所以代表说他这样子已经保留了一些 可能在六月会暂停升息的空间吗 还是说其实目前所有的委员当中 大部分倾向还是要继续升息呢 要回答这个问题就像现在所讲的 因为有太多的不确定性在这当中 固然现在目前通膨水准 还是远远高于联准会 它的目标趋2% 因为现在目前的通膨大概是5%左右 所以联总会在利率政策上面 它可能是朝向比较高的利率来压抑通膨的情况 可是我们也可以看到 从2022年开始这种急速的调伤的情况之下 那到目前为止已经调伤了20吧 这个速度是相当的快 那对于金融机构金融市场来讲造成一定的影响 不过联总会目前来讲还是把这个通膨通智当成首要的任务 所以六月会不会升息这个是很难确定 当然联总会会衡量它的整个经济的一个情况 但是我们可以根据联总会委员他们所对未来利率预期的这个发布的这个情况来讲 我们可以确定一件事就是说 以前我们看到这个利率呢 大概不太可能是整个升息的一个顶端啊 可能还会有一些空间 但是这个空间可能已经是越来越小了 就是说因为大家其实各国的央行在考虑说到底要不要继续升息 其实除了通膨之外 经济成长率是一个非常大的关键的数据 那台湾也是一样 台湾是已经连续两季都是经济衰退 就是负成长 那美国呢是大幅的放缓 像去年的第四季已经放缓到2.6 那这一次的第一季原本预计说大概会有2% 结果没想到美国的经济成长率已经放缓到只剩1.1 所以这个通膨其实已经大幅降了1%了 那经济的部分也放缓了这么多 那难道不会是联准会未来在考虑的时候 会觉得说或许可以开始暂停升息 联准会它在利率政策考量上面 主要是根据两个方向 一个是失业率 是通货膨胀率 所以它还是从劳动市场来看 它这个经济成长率 它并不是把它当成是主要的参考指标 当然我们也可以讲说 劳动市场的这个成长情况 跟整体经济成长情况 应该是呈现一个正向观 理论上是如此 但是我们也可以看到美国的劳动市场来讲 即使经济成长率它现在目前来讲 大概停留在1%左右的水准 那欧洲国家的市场上 其实也都是 这个经济成长率 也都是属于比较偏差的情况 但是我们可以看到 全世界各国的劳动市场 都是属于一个比较紧俏的情形 原因就是因为这个生产链的情况 已经重开 那它虚功很大 这是第一个 第二个就是说 因为在COVID-19的情节当中 很多人都退出这个劳动市场 所以它变成说 这个劳动的人口 它就变成这个base就下降 那下降的情况之下 当然它就使得整个失业率 看起来就是比较低 但是呢我们也要考虑到说 这劳动参与率 因为这劳动参与率 无论是美国或者是欧洲的国家 现在目前来讲 都是属于比较偏低的情况 那劳动参与率 它所算出来的这个数字呢 就是计算整个失业率 它这个分母 那既然这个分母比较低的话 那这个整失业率看起来 就会属于比较偏低的情况 所以这个联总会 他的考量还是比较是说 劳动市场 他并不是考量到 整个经济发展的这个问题 教授因为我们以股借金 我们通常会去看一下说 像联总会这么暴力的升息 而且连续升息10次 总共20嘛 那我们会看过去 曾经有没有过这么激烈的升息 那他到底引发了什么样的后果 那这后果会不会重复 在这一次发生呢 是的 我们可以回顾历史 看这个Facial Fund 就是那个联邦基金利率 那联邦基金利率 它有点类似台湾 隔夜的银行间的财款利率 那我们可以看 它的一个长期的情况 它有像1978年7月开始 1.5年之间 它这个利率急剧的上升 那另外还有1967 在2.5年这个利率也是急剧上升 那两次的上升呢 都是认为的惊人 那那两次上升 一次是急速上升将近10% 另外一次上升13% 当然在那个时候会有这种利率急剧上升的情形 也是因为要对抗通膨的情况 那我们也可以看到 这个利率开始上升 而且是这种急剧上升 不是缓步调升的情况之下 大概原则上都是一年半到两年半之间 可能就会出现这个景气进入这个recession 景气衰退的这个情况 那我们也可以回头来看 我们目前这次的升息 大概就是从2022年年初开始升息 那这次升息来讲到目前为止 一年左右的时间呢 它已经调升了20码 那当比起1967年和1978年 这两次这个利率调升呢 它就是说没有说幅度那么大 但是它速度也是相当的快 所以我们可能就是说 要有一个心理准备就是说 会不会造成这种景气的recession 这是我很难确定 但是至少是经济成长率 在这一两年之内很难看到 像过去比较亮丽的数字 这大概就是比较很难避免的情况 因为高市场的利率很难避免说 这个消费的停滞 还有这个投资的下降 那这一次会不会和过去 有点不太一样 因为我看过去那两次 就急剧的升息之后 是不是失业率也是快速的暴增 可是我们这一次 好像失业率始终都这么的低 这样会不会到时候 会产生不一样的后果呢 因为我看鲍尔其实还蛮乐观的 他这一次他觉得说 好像不会看到 这么严重硬着陆的衰退 任何的这个经济的分析 其实还是脱离不了 这个学理和资料来看 目前在数字上来看 美国失业率是偏低 可是呢 也不要忘记一点 就是说 因为工作就业机会 其实还是由厂商来提供 当这个资金成本提高之后 那厂商投资意愈一定会受到相当的影响 因为毕竟他这个是他的机会成本 那林总会的主席他比较乐观 是因为说目前就一个绝对数字来讲 目前的利率是大概是5% 那比起当时的利率调升到13% 甚至到相继20%的情况下 当时同日而语 可是就是说如果真的调到6% 像其中有一位联总会 这个理事的成员 他预期调到6%的情况下 那这个利率是将近41世纪以来 最高的利率水准 那这样子对于厂商来讲 他能不能接受 而且我们也知道说 在企业做决策的时候 他是根据他过去的经验 然后去做一些决策 如果利率一下子调到说 在1.4世纪以来 从来没见过这么高的利率 那这些企业有没有办法去面对 这样子的一个金融市场 这是不问的 所以我对他的这种乐观 我是比较稍微有点保留的态度 因为我看其实科技 他们的殖利率都很低 所以因为我看鲍尔他说 他今年不会降息 就是他打破了大家的期望 他告诉大家很明确说 今年不会降息 会不会暂停升息 什么时候开始不晓得 所以这样对于科技股来讲 是不是一个比较大的利空消息呢 是的 因为科技股很多 一方面他们对于他们的现金流量 是比较不稳定 那你当利率比较高的情况之下 他当然就是说折现的情况 会比较严重一些 那他的价值当然 就会受到比较大的影响 那这是第一点 第二个当利率调升之后 整个市场的风险 相对来讲会比较高 那像科技股来讲 他们都是高风险的话 那他当然就是说 在他的这个预期报酬上面 来讲也会比较高 所以高科技股 确实在这一波升息当中 这个高科技的投资人来讲 可能会属于比较重灾的情况 但是呢 如果说你是长线的投资人来讲的话 那这倒是不是太担心 因为整个经济的成长来讲 会带动比较科技股 它的成长速度会更快 那我们也可以看到 在历史的一个经验来讲 像纳斯达克 他的指数来讲 他在从2000年之后 他整体的报酬率当然都是远高于 以大型类股为主的 这个S&P500高中指数 那但是就是说在现在来讲 当然说他的下行风险 可能也会相对来讲比较大 那因为其实利率快速上升 最直接的冲击还有一个产业 就是房地产 尤其是持有很多房地产的人来讲 他的这个利息的负担就更加的沉重 那因为也有观众很关心 这个美国的房地产市场 那教授可以跟我们聊一下 目前房地产市场 尤其在美国的部分 是有很明显的下行的趋势吗 那这是短期还是长期呢 这个不动产市场目前来讲 它这个虽然是一个 比较放缓的这个情况 但是这个房价 其实还是属于比较高的这个情况 那可以比起房价 大概都是停留在比较高点 那现在呢 美国平均的这个 这个股东房屋 它的售价大概就是 三十六万左右 三十六万左右 那我们也看到这个 现在目前来讲 这个股东产这个借贷的这个利率 它已经到达 从二零零六年以来的这个新高点 但是呢 虽然这说这个房价比较偏高 可是呢 好像这个房市的这个买气呢 又开始又回来 原因就是说 在这个房屋的购买的人来讲 他预期就是这个上涨 已经到了一个顶峰 大概利率就不会再大幅的增加 没有购房需求的人来讲 他可能就会愿意 这个回到这个市场来这个买房子 教授可是这时候买房子 不是很吃亏吗 就是还没降息的时候 背的这个房贷 不是会比较沉重吗 因为目前来讲 就是说从COVID-19发生之后 在家工作的人数 就是有比率是比较增加了 那另外还有一个特色就是说 在都市市区里的房子 它的需求下降 原因是很多人就是可以远端工作 所以它就是在市区里头 它就可能这房屋的需求 可能会有点减缓 那确实我们在看到 比较大的城市当中 像纽约 因为它原来的房价 就属于严重偏高 那很多这个上班族 他因为可以远端工作 他可能就搬到 比较乡下的地方 那我们也知道说 比较乡间的地方来讲 它的房价相对来讲 是比较可以负担的 所以这就是为什么 这个利率上升 还是有一些人 愿意去买房 因为就是远端工作 所带来的这种便利 另外还有就是说 你真的有住屋需求的时候 那你就是还是要买房子吧 因为你是租房子 对来讲 一方面它没有税务上的一个优惠 因为这个房租 它在这所的税当中 它不能抵税 那但是你买房的 这个利息的部分 它事实上是可以做 这是税文的低面 那另外一方面 买房子的话来讲 它还可以累积 它的本身的这个私本 所以它还是会愿意买房子 所以教授会认为说 今年的房价放缓的情形 大概已经告一段落是这样吗 那再来可能有机会再走高吗 或者是他大概放缓 然后平均就是这个样子呢 这个要看 你想的不动产 是什么样的不动产 或者是他是什么区域 因为这个他的区域 所在的位置实际上是很重要 我想就是说 以这个都会区域来讲 他的这个房价放缓的情况 我想应该还会持续的 因为大家都是从都市这样看出来 但是从比较郊区的地方来讲 他房价可能还有相对来讲上涨的空间 那另外你要看他的区域 因为像现在来讲 特别是这个纽约大都会区 或者是洛杉矶旧金山 他们这些都会区呢 基本上有慢慢人口 比较往外移的这种情况 那像纽约州来讲 整个州门人数 他们都在最近一次的人口调查当中 他相对来讲减少的情况 但是有些区域 比如说像德州 像佛罗里达 还有旧旧 他们真的是属于人口 一路进入的区域 比较多的州 一方面就是说 有退休的人去搬进去 二方面也有更多的一些新的公司 在那边去发展去设厂 比如说像德州的这个首府 奥斯登 还有他南部大臣 奥斯登 都已经变成是这个很重要的一个 新的工业商业的一个重大 甚至于奥斯登很快就要取代 芝加哥成为美国的第三大城 所以我们要看这个区域 还有看它的这个不动产 它的物件 它的用途是什么地方 一般来讲就是说 如果说住宅来讲 那我们可以预期 大概还是会有缓步上涨 价格缓步上涨的一个空间在 在商业不动产的部分 是不是会比较就是放缓 甚至往下降吗 因为我看最近 全球的需求好像很明显的萎缩 所以在商用的部分 其实是比较下行吗 商用是的 可能会有些下行的这个问题 那因为我们可以看到 美国预期的这个经济成长率来讲 2023和2024 都是属于偏低的一个情况 跟过去差的2% 都是比较不能比 那然后我们也可以看到 从G7这些国家的 这个相对的比较来讲 可以看到欧洲的国家来讲 它都是属于放缓的这个情况 所以我们大概可以预期 在商业的不动产来 因为他们的投资 他们要有所考量的情况下 可能在最近的这一年 可能他们会 这个市场上来讲会属于比较 就稍微降温的感情 那教授对于就是有自助需求的 然后另外一方面就是投资者 这两方来讲的话 对于这个到底要不要进入房地产的部分 有什么样的建议吗 如果说从自助来讲 那它当然就是说你任何时候进去 我觉得都是无所谓 因为你就是自己要自助 因为你并不是要拿来当这个炒作的工具 所以买房子来讲 如果是自助来讲 那任何时候 大概都是一个好的时点 那唯一要考量就是你的这个区位 不要太离谱的你的区位 比如说你在一个 所以很明显就是经济急速萎缩 或者是这个犯罪率急速上升的这种区域来讲 那大概应该都不会有什么太大的问题 那但是如果是投资来讲 那可能要三思 因为现在目前就房价 它有太多的不确定性 包括这个利益 它的走向 可能什么时候会降息 未必可知 所以可能在这投资的方面来讲 可能就是要做一个比较保守的一个考量 教授因为其实观众都很关心 这个所谓的利率的走势 因为都会牵动到自己自助的这个房地产 还有这个房贷到底要背多重 那其实蛮多人都在讨论 因为大家就会聊到说 这个浮动利率啦固定利率 像台湾其实原则上都是浮动利率 几乎没有固定利率 那在美国的部分 它的操作方式是怎么样 是完全不一样吗 在强力的升级之下 如果现在买房子 然后去进行贷款的话 当然固定利率就会显得相对比较吃亏 因为美国的房屋贷款 百分之九十以上是固定利率 那其中是三十年固定利率 这比例是最高 十五年的利率 这大概占了百分之九 那另外还有就是十年期固定利率 还有二十年固定利率 这房屋贷款大概各占百分之五 所以我们可以看到说 固定利率它是最高的 那浮动利率相对来讲是比较低 那它大概就是说前面五年固定 或前面七年固定 然后接下来每年做一个浮动调整的这种利率 那还有就是说其他不同的 十年固定 然后之后每年做一个调整 那有当年也有半年做一次调整 这个不一而组 那这个浮动利率大概只有在十分之十左右 那像这个固定利率来讲 它对于这个过去买房的房屋所有人来讲 譬如说在买房的时间 刚好在利率比较低点的时候 当然它对它是比较有利 那那么目前来讲 当然对这个买房的人来讲 是属于就比较不利的情况 但是呢我们刚刚也知道说这个买房子之后 你办这个房屋贷款之后呢 它还是可以做这个refinance 就是重新贷款的动作 那到时候呢 它这个房屋的所有人 它根据到时候市场上 重新贷款它的利率情况呢 它就在做一个决策 所以当现在目前买房 可能就是说看起来是属于偏高 不过日后利率如果下跌的话 如果说下跌的幅度 到一个够大的程度 你重新进行贷款的时候 它还是有一定的成本 一定的手续费 那如果说这时候房屋购买人 他发现说我的这个得到的利率 是大于这个我办这手续费 所要付的这个成本的情况之下 还是可以去做这个 重新申请贷款的动作 所以一般来讲 可以一开始就办浮动利率 是这样子吗 我所看到是并没有 一开始做浮动利率 因为它一开始都是固定 在有几年的固定利率 可能是五年可能是十年 或者是七年的固定利率 然后过了这段期间之后 它在做这个浮动利率 那这样的话 以现在要买房的话就很吃亏啊 就变成是我前面的可能五年 都是非常高的利率 因为我们看得出来 为了要再升息的空间 其实非常有限 所以是如果没有那么多 资金款项自住的人 他是不是就是先不要买房 等这个利率比较降下来的时候 然后再采固定利率会比较有利吗 当然就是说因为高利率 它的目的就是说 它要抑制这个通货膨胀 那通货膨胀它其中的来源之一 当然就是跟不动产是有相关 因为不动产除了房价 它是占这个相当的比重之外 另外就是说因为你要建造房子 你要买这些材料 你要买这些家具 还有它里头的位浴设备 这种粒粒种种 它都会推动这个总体的需求 那当总体需求被推动起来之后 当然只能物价水准就会上升 所以它当然就是说 借由高利率 想要去抑制房价的上涨 然后抑制整个物价的上涨 对于这个目前 如果真的是要买房的人来讲的话 它是属于比较吃亏的一个情况 教授所以像台湾 其实算是很少数 就是台湾其实几乎 我看有高达九成以上都是浮动利率 可是相对来讲 台湾的浮动利率 其实利率是比较低的 对于欧美国家来讲 可是相对的 如果在利率不断往上升的时候 浮动利率又是一个比较吃亏的状况 因为台湾的长期来讲 央行的政策都是属于比较低利率 资金比较宽松的一个情况 当然这个央行的这种 相对国际利率比较偏低的情况 有它的这个政策考量 那对台湾的这个 不动产的投资人来讲 当然是相对来讲是比较有利 那可是呢这个也是会 另外来讲 它是造成助长不动产的投机 因为它的资金成本相对来讲是比较低吧 所以投机的人来讲 它也可以有比较高的这个空间 那另外就是说台湾目前来讲 就是说法人他也可以拥有这个住宅 然后另外就是说 它在这个租税公平上面来讲 似乎就是说像通屋税 它并没有说特征的 就是税率很高 所以这对于这个投机客来讲 相对来讲 它是有比较大的这个空间 那就是为什么台湾的这个房价 一直长期来讲 就是偏高 因为这跟我们华人的一个投资的一个哲学有关系 就是有土司有财 那大家觉得说 我投入在这个可以看得见的不动产上面 好像就是属于比较安全 那可是就是说 对于整个经济的发展来讲 当然这是属于比较不好的一个情况 因为我们知道说不动产增值 它其实都是纸上富贵 它并没有推动整个经济的发展 那真正要推动经济发展 那这是要靠这些工商业去冒风险 然后去有新的这个商业的模式 新的公司创造这个就业机会 可是就是说目前来讲 因为这长期来讲 低利率的情况下 造成这种不动产市场 过度蓬勃的一个情况 我们在武舍台被撤照 我们在YT被限流 被黄标 我们在脸书被检举 被降触及 我们全都遇到过 但我们不放弃 让真相被听见 被看见 我们现在有自己的中天新闻网APP 这里永远不断线 请您赶快下载中天新闻网APP 这个APP好贴心 中天的新闻 直播和节目 全都在里面 一次满足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